我是瑞星义姆田的阿星 今年种了一颗洛丝花 已经结死累累 也很大颗了 可以采了吗 哦 里面的种子已饱满 花二给回后了 可以采下来做蜜饯 跟果酱了 因为它是陆续成熟 所以必须分次采收 第一次采到半桶 大概是一斤左右吧 第二次第三次也得将近一斤 后续应该还可以采五六次吧 真的很会长 很难相信 它只是种在一个大花粉里 现在就一一来分享我的种子方法 首先 它很容易倒伏 所以要定一只鸭管来支撑 它很会长测枝 所以要经常修剪 主干 约五十公分以下的测枝全部剪掉 五十公分以上的间隔修剪就可以 看到长得太密了 就要修剪 要让它看起来 稀稀疏疏疏的样子 这样才能通风良好 孙蔓长出来以后 会更加茂密 所以更需要速度的修剪 让每片叶子都能照到阳光 至于撕毁的部分是少量都撕 最好用有机会 卡拉奇加强一些甲肥 发现虫害 要立刻处理 六月底种的 十月初就出现了很多花疤 发开了蜜蜂来授粉 结果了 几乎每一根粗条都有结果 而且一截挂一个果实 果实旁边很容易长藉口草 果实旁边很容易长藉口草 太严重的就整枝剪掉 比较不严重的可以喷葵葫芦 效果还不错 整体牙眼它的病虫害并不严重 也因此果实长太多 导致枝条下垂严重 所以必须用绳索帮忙拉住 以免枝条断裂 今年的肉绳因为夏天没有台风 又照顾得当 算是丰收 肉绳采回来先清洗干净 像这样用工具把种子推出来 可以做成蜜饭或果酱 吃不完的可以晒干 也可以用风干去风干 方便又干净 它的花青素含量很高 可以直接泡茶喝 也可以跟乌梅鲜渣一起煮成酸梅汤 我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 我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 我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希望你能够做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